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身体是一个恒温恒定的一个机器 如果你突然动态性的变化太大的时候 你身体会有一些反应 反应在什么地方最明显 不是只有腰酸 背痛 发烧这一类 其实是在代谢越快的地方 代谢越快的地方在哪些地方呢 黏膜是一个简单的工具 参考工具 黏膜在哪里呢 嘴唇 口腔 肠胃道 所以在这种大量压力之下 我们黏膜本来要大量的代谢的时候 它突然缺了荷尔蒙 缺了维生素的时候 它就会缺损 就会出问题 所以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你当你压力一大的时候 对 其实同步呢 你的食道胃可能也在受伤 食道跟胃你不容易知道 但嘴巴破皮第一个会痛 第二你马上就会知道 所以这种压力一大的时候 哪一种元素最容易缺 是维他命B群 给大家一个小的概念 我们的黏膜需要蛋白质 需要维他命B 好快速重建的时候 那个水泥就是维他命B 很快把它黏合好 如果维他命B不够的时候 你的黏着度会不够 你的皮就容易松脱 所以你看哦 维他命B不够的时候 压力又大的时候 你会怎样 你会有口角巴 对 口角鹽 对 超容易的 我们其实最常见的 孕妇 孕妇还有更年期 因为更年期它肠胃 年纪渐渐大 吸收真的会比较差一点 可是更年期我觉得 有另外一个倾向 因为它会开始注重营养 它慢慢会补充 反正是孕妇 孕妇因为它第一个 它压力 它一旦怀孕 它压力很大 第二个它常常出奇又吃不好 一旦吃不好 水分会不够 维他命B群又不够之后 常常嘴角都会破皮 那孕妇中心就要水分补充 大量维他命B的改善 就会比较好 所以我自己如果前天有熬夜 我大概熬夜已经做好准备 医生常常不是太配合的一个团体 明明知道不应该熬夜 可是有时候就要熬夜 那怎么办 我自己的做法是 因为当你在破坏黏膜的时候 起码材料很快就补好 起码不会嘴巴到时候很快的破皮 临床上大家很常看得到 就是很多人嘴巴会破 那大家都会觉得说 第一直觉这是 就是我只要调整我生活的作息 我只要有睡好 它就会自己好 那我这边要 又提醒大家 就是一般来讲 我们口腔的溃疡 大概两到四周左右 以内一定要自己好 因为我们自己会有免疫机能的问题 它自己可以去抗争 好像有的人常常破了蛮久的 对 有些人会超过一个月 那其实我会建议那个状况要特别的小心 可能会需要去做一些口腔的切片检查 对 因为我自己 上礼拜我才遇到一个个案 就是他祖宿 他来的时候 他是想要做假牙 对 因为他是一个四十岁左右的男性 然后他以前曾经做过物流业 就是开货运的司机 对 然后他常常会日夜颠倒 然后半夜他说他在开车的时候 他就是很想睡觉 他就是吃冰朗 对 但是吃冰朗这个重点其实大家不要忽略 大家都会以为冰朗我们不要加石灰 或者是不要加什么东西 其实那个跟那没有关系 这个问题我问过了 其实冰朗本身它就是一个自来物 对 没错 因为冰朗树跟冰朗茄其实就是自来物 就不加热 大家以为说吃那个降火啦 你只要不要涂石灰啦 不要有那个吃的红 它是水果吗 不是 你看 以前大家觉得吃那个东西会降火 那个本身不加任何东西它就是自来物 而且那个冰朗它本身粗纤维非常非常多 所以其实它一只咬一只咬 对我们的黏膜其实是一再的伤害 等于在刮你口腔的黏膜 对 冰朗来讲的话它其实有两个刺激 一个是机械性的刺激 就像刚刚明花提到的 它的不管是包液的部分 还是它本身粗纤维的部分 很多人其实在咀嚼的过程当中 它的口腔黏膜是破掉的 那破掉一直不断的反复这样的破 常常会造成我们口腔黏膜红斑 红斑或白斑的另一变 其实大家都知道口腔癌筛 现在很重要嘛 当你去一些牙医诊所甚至是医院 其实医生都会帮你看一下你的口腔黏膜 那白斑其实是比较常见的 譬如说像有些人夹牙做的不合 或是你常咬到你的脸颊 其实那个地方慢慢你会出现一些白斑 可是那些其实我们都会觉得比较不重要 重点是红斑 因为红斑它转变成恶性的几率其实是比较高 红斑什么意思 红斑就是那个斑点是红色 可是你皮也是红色 它那个红不一样它是不同层次的红 除了口腔黏膜的破洞或是溃疡 那最常见的就是牙齦流血 这个也是大家很容易轻忽的一个部分 刷牙才会流血啊 没有有些人就是他的牙菌斑堆积 在牙齦囊带里面去 他造成轻微牙齦炎的时候 其实你甚至不去刺激他 你不刷牙他也会流血 莫名奇怪会流血 莫名的自己流血 这种就不太正常 其实大家都会以为 牙周病是老人家才会得到 这个部分完全是错的 我最近遇到一个病患 26岁一个年轻人 他来的时候全口的牙齿 28颗 只剩下14颗 剩一半喔 然后再来就是这14颗牙齿 每一颗都在晃动 每一颗都在晃动 那我们从他X光片上面可以看得到 他的牙齦跟骨头整个萎缩得很严重 对然后我当然要问一下他的病史 其实他就是因为 他长时间玩网路游戏 然后每一天几乎都只睡两三个小时 你知道长期这样日积月累下来 你整个免疫系统就完全下降 更不要说那种盖子流失到一塌糊 对没错 而且牙周病它其实有很多不同的典型 像有一种耗发在年轻型的病患身上 它是属于比较美爆型的牙周病 牙周病的细菌整个感染你全部的口腔 一般我们牙周病是可能一颗两颗慢慢出现 你某几颗特别会严重 那这种病患是全口每一颗都非常严重 对那这种状况就非常的困难 因为我们还是会先从他的生活作息去做调整 然后慢慢再一颗一颗把它治疗好 我分享的也是一个年轻的女生的案例 她就是她是从南部上来 她十几岁就离开父母 然后她要靠自己这样 所以她就是一个非常节俭的一个女生 然后所以她吃能够便宜的 能够带过的就好 所以她的营养也没有注意到 那那天呢 她是去一个牙医诊所 而且那是她多年来第一次去牙医诊所 因为她牙齿肿已经慢慢有大概几个月时间了 结果她那天想说 犒赏自己买一颗甜温纹凤梨这样子 结果吃凤梨居然牙齿痛到 整个嘴巴痛到不行 她必须要用含冰块这样 她去那个牙医诊所 就那牙医诊所直接把它转诊来急诊这样 然后我就看 哇 她那个嘴巴里面到处都有一些淤血啊 粗血 我轻轻碰她的牙影啊 就流血 轻轻碰就流血 而且她那个牙镜扳到肉眼都看得很清楚这样子 就非常脏的一个口腔 然后我拿那个捏子往她的牙齿旁边这样啊 我可以把它擦得很深 她的那个牙龄跟那个牙齿根本没有黏在一起 她其实牙齿是松动的 所以很严重 然后就转给那个牙医 然后她是很少牙科病人要住院 这个病人就 然后轻创然后还要打抗生素这样子 我真的可以印证如果免疫系统擦的时候 我就嘴巴很容易破 对 可是我会莫名哦 而且同一个地方 我觉得比较恐怖的是同一个地方 我永远都在这一边 然后就会有一个血泡 而且那个血泡它是莫名的哦 我可能现在忽然吃白饭 吃一口它就破 它就肿了 你就是摩擦 感觉是摩擦出来的 对不知道它是为什么 然后它就肿了 肿了 破了 你把它弄破之后 它就可以三五天都不好 然后有时候就是舌头跟那个牙齿中间 那有一次我是整个破到整个 连纹猴头 因为去看耳鼻欧科 她说你整个猴头这边都是 溃烂的 对 然后那时候最生气就是你讲话都很痛 你不是吃东西是 可是因为讲话是我们的工作你知道吗 所以你又不能讲话 讲话人家又听不懂 然后你又不能吃东西 那整个一把火都起来了 那已经不是火气大的问题你知道吗 为了闪那个伤口会变 我跟你讲哦 尤其啊尤其 又很痛这样 因为闪那个痛嘛 对啊 然后那个时候真的 也不知道去看哪一科都没用耶 耳鼻欧科他还顶多帮你点点药而已啊 没有我这时候都涂风胶了 很痛耶 风胶会痛吗 风胶会痛 但是几天就好了 尤其我上次被那个蛇 莫名其妙刮到呢 很害 那就好像几条痕迹了 讲话真的很痛 吞口水也痛 吃东西还是照吃啦 但是也会痛 也会痛 对我知道他讲的那个问题啦 不过那个东西血泡我们并没有咬到他 为什么我常常 我们在急诊很常见这样的病人 其实就是要细脚慢咽 因为通常都是那个食物太硬了 然后你又嚼得不够细 他用力这样刮过去 或者是太热了 你喝太烫了 有一次有一个病人 他后来我把他紧急的给他收住院 他还是医生耶 他就是想说赶快冲出去喝一个麻辣锅 然后回来 结果冬天 哇他的整个上汗这个地方 有一个很大的血块超过5乘5公升 可是他往下压会压到哪里 会压到气管啊 对所以我们就要 那个时候就要化开了 不然平常的话可以先观察 对那他其实他没有 他没有吞什么硬的东西 他就是喝太快了 我跟你讲 我们绝对是喝太烫的东西 因为我们不是咬到他产生血泡 你是梦梦梦吃吃吃 怎么有一块 你抛起来 对 我一直以为是食物吃到脏的或什么 不是啊 太烫 那我另外特别补充一下 刚刚就是讲到伤口 口腔内的伤口 不管你各种原因 不管是热食刺激辛辣的东西 让它反复破掉 你刚刚说到最后会变硬的部分 我特别补充一下 这个叫Fibrosis 那他就是一种 纤维化的黏膜 对那我们常常可以看到 有一些吃过冰朗 以前曾经吃过 那现在戒掉 他来看诊的时候 他嘴巴组织没有办法长得很快 因为纤维化会让我们的口腔 其实他的 而且这种纤维化的组织 他其实 转变成恶性肿瘤的机率 其实相对一般是高的 对这个部分真的要特别解释 不管是皮肤还是黏膜都一样 如果你是在同一个部分 一直反复的让他刺激 或受伤的话 其实 变化的机率就会比较高 那通常如果我们嘴巴破洞 如果是有明确原因的 譬如说我是真的烫到 我真的磨到 所以你破洞 这种都不用太担心 但是如果找不到原因的 就要稍微早小心 例如像我们门诊 有一个40 40岁左右的中年女性 她来的时候就说她的口腔 会就破洞 莫名其妙 她也没有咬到 没有烫到 也没有吃硬的 或吃块 对她嘴巴的 那个脸颊的 内侧的夹黏膜 就一直有一个 红红紫紫的一块 而且上面还带着 有点像蕾丝样的白色线条 然后常常那也就会破洞 后来我们一看 然后就说 那我们看一下你的下唇 把它下唇扳开 发现也有类似的东西 那这个其实 后来我们就帮她做一个皮肤切片 确定它是一种很特别的一种 自体免疫的发炎性疾病 叫做扁平苔藓 那扁平苔藓这个东西呢 特别好发在夹黏膜 那这种东西 它一旦发生了 你以后就会反反复复出现溃疡的状况 那因为同样在同一个地方 一直反复溃疡 相对来讲 你以后也要比较小心 它有可能会恶性变化 那所以像是找得到原因的 我们其实都可以去排除 那像是小朋友 小朋友其实最常嘴巴破洞 我们还要考虑的就是肠病毒 肠病毒和那个泡疹 那所以只要就是有出现大面积的溃疡 小朋友或食欲不好的话 都还是要给小儿科医师或皮肤科医师 确定它是不是病毒的感染 那其实刚刚赵依斯有讲到 如果说你破一两个礼拜就好了 大概没有什么问题 可是那种破一个月以上都不会好的 其实真的要很小心 因为我自己有一个不常见的 是那个Case让我印象很深刻 他是一个大概30岁左右的幼稚园老师 然后不咽不久也不冰朗 所以没有什么危险因子 但他那时候来看诊的时候 他其实就是说他以前啊 因为他是幼稚园老师 有时候现在有些家长可能 比较给幼稚老师的压力是很大的 所以他就是 每次只要压力大的时候 他都会嘴破 但是以前嘴破的时候 大概就是一两个礼拜就好了 然后他那次来看的时候 他是来看感冒 那他跟我说他觉得他最近的 免疫力比较差 那我在帮他看那个舌头 看那个喉咙的时候 其实就看到他舌侧的地方 有一个小小的伤口 但是那个伤口又不太像 因为一般我们的口腔溃疡 大概就是会白白的嘛 对不对 可是他那个是有点已经快要烂烂的那一种 我就说你这个舌侧的伤口多久了 那他就说大概一个多月 然后我就说你有没有去看过 口腔外科或者是耳鼻歐科 他就说没有 因为他觉得可能是他上课讲话去咬到 或怎么样 他没有管他 我就说不行 因为这个时间太久 而且看起来不是很寻常 所以就让他转到耳鼻歐科 去做一个切片 结果这种切片做出来 它就是一个舌癌 是一个恶性的肿瘤 舌癌喔 舌癌 所以最近我们有时候会看到一些 他真的没有任何的危险因子 然后他很无法接受 他说他又没有抽烟喝酒吃冰朗 可是有时候真的是体质的关系 那舌癌要怎么治疗 就是后来就是要切除做一 切除他的舌头 没有完全切除 就是做一个那个 部分切除 切除还要加重建 不是万一整个舌头都已经流进化了 没关系 做重建有的时候会拿手部整形外科 会拿手部的一些肌肉跟皮肤 去做舌头的重建 变成一个夹的舌头 对 功能还有讲话都还OK 他根本移植什么牛舌 不行 所以他们会用手工的方式去叼 哪里是 瓜哥你知道牛舌有多大 对啊 那你这个舌头 你讲话完全靠舌头吗 怎么办 对啊 所以就只好用重建的方式 会长得很怪啦 但至少功能还可以 估计到百分之八 你有做过这个手术 对我们曾经有做过这种手术 口腔癌症 大家如果看今年癌症的年报 口腔癌已经迈入前十大 偶王的一个比例了 一方面最近推 推口腔癌的塞减越来越多 二方面的确我们的饮食 还有一些 我们叫香槟酒 香烟 檳榔 酒 这三个东西都是让口腔或 肠胃道的癌症 增加很多的一个风险 这个口腔是最 最不容易重建的手术 没错 他要切掉他的脸 而且外观其实会影响他的身心很大 你们的意思啊 口腔癌可能做二十几个小时 对啊 他半边的脸可能都要切掉 那个其实是一个还蛮庞大的手术 对啊 口腔一些问题 其实跟一些微量元素 的确是非常有关系的 包括你牙龈出血 是维生素C缺乏 那如果有口腔的一些 包括口脚炎 或者是一些嘴破 可能是跟维生素B群 而至于说 其实我们在临床上 常常看到很多人 比如说他要减重 他用蔬果残 只吃蔬菜水果 基本上蔬菜水果 里面比较没有维生素B群 所以就容易出现 嘴巴的一些问题 而至于说B群主要是存在在哪里 包括全骨类 包括肉 鸡蛋 牛奶 所以其实蔬菜水果 其实相对维生素B群是没有的 所以不要觉得水溶性养素 好像在蔬果里面比较多 其实是没有的 所以其实如果你减重 是这么不均衡的话 就容易出现口腔的一个问题 那除了这个之外 还有一个东西 往往会被大家忽略就是 用酵母去发酵的这些面制品 其实也含有非常丰富的B群 所以我们有时候在居家 比如说去看一些管罐的老人家 就是它是差比胃管的 它可能不是用商业配方 就外面看到一罐一罐 它是自己打天然脚打的 就要加酵母菌 加酵母菌不是让它的配方发酵 是藉由这个酵母菌来补充B群 接下来我们看这个 私密处闹脾气 三大阴道发言超恼人的 我们私密处的感染 其实非常多元化 我觉得只要女生生育过后 大概没有不因为这个毛病 去看妇产科过的 那最常见有三个菌种 跟大家分析一下一个是黎菌感染 一个叫细菌性的感染 一个叫低虫的感染 简单分类 因为大家都希望用分类来看 黎菌感染多数就是像起司状 它的典型表现是比较容易一样 细菌性的感染它通常是以味道为主 有点黄色的分泌物 但是就不好闻 有点鱼腥味带一点腐败的淡的味道 第三个低虫的感染 主要是水状分泌物多 跟鱼腥味 当然请大家不要从此以后 就这样自我诊释跟闻味道 然后就说陈医师你说这个 细菌永远都在 可是细菌你会发现 有的人会生病 有人不会生病 所以跟你的免疫能力有关系 我今天分享两个个案 其中有一个呢 是一个洗肾的个案 洗肾的病人 其实他免疫力一定就是比较差 那他阴导尾常常不舒服 洗肾的人常常又有糖尿病 他刚好又有一件糖尿病 所以他糖尿病控制还可以 那因为他听人家讲说 去泡那个药草域会比较舒服 所以他就是趁过年 你去泡个药草域 泡回来完蛋了 他刚好外阴有个伤口 可是你知道泡药草域 他想说伤口 就自己买个药杀一杀 混了两个半没有好 外阴整个腫起来 医师有听过还用蒸汽的 用药域的蒸汽 也有人这样子玩 其实有一些治疗还是真的有用 我这打岔讲一下就是 像以前黎菌的感染很难医的时候 有一种叫 他真的灌气灌到阴道里面 因为当那个氧气存氧的情况之下 一些细菌是不容易存活 可以当成一个辅助型的治疗 可是我刚刚提到这个 他是洗肾的病人 他的外阴拖了两个礼拜才来 就来挂急诊 因为他真的很痛 又有点发烧 一看已经变成 蜂窝状的肢炎 然后走路就有一点开开了 就一个伤口搞成那么大 我永远都记得他是过年前 结果他在医院就过年了 两个礼拜 整整打了胖草座 打了两个礼拜 第二个是刚好前阵子 也有一个比较年轻的 三十两半岁 他来的时候 其实女生的私密问题 他就很不好意思来找医生 能够自己搞定就找定 能够上网查到资料 就查到资料自己处理 他来的时候其实很尴尬 说我万一下面有点不太舒服 那我们复产科一天到晚 看不舒服 我说还好 就上去看一看 他说 陈医生当二十几年 大风大浪 然后他就吓到 一上去我真的 他就吓到 到时候一个冷气 一点点 但是其实我们还是非常稳定的告诉他 其实要好好治疗 为什么呢 他就是霉菌感染 可是他霉菌感染 其实他外因 因为他刚好有点胖胖的 夏天到了流汗 其实知道霉菌 他会容易拓散到 腹骨沟的地方 他整个已经变成 类似香囊脚 整片都是 所以他等于是从 这个 从有毛发的这个地方 一直到大腿的 差不多一半的内缘 全部都是湿疹 湿疹状的一种变化 那这样怎么忍受 你已经睡觉都没办法睡 对啊 他怎么可以忍那么久 其实不能怪他 因为我跟你讲 人 尤其胖胖的小女生 不是怪他 我们是赞美 他是为什么能忍 我下次去问他一下 对啊 跟小baby 那个尿布的那个打开一样 其实是真的 因为他会先买一个很简单的药 但是真的不行的时候 他才会来求诊 那像这个后来 我们就必须给口服药 甚至外因用的一些软膏 其实这个 像这种严重型的 我在的地方有皮肤科 所以我们都会跟皮肤科 combine一起在care 可它根源来自哪里 其实仔细去回溯他的 病的生活形态 其实这种小女生 现在都是吃 简单的 带食类的东西 所以他就吃很快的快食 面包蛋糕就取代掉了 然后手摇 舔饮又太多 他还没有到糖尿病了 其实但是这种饮食文化 还有晚上可能熬夜 一熬夜 其实这个整个阴道环境 是很差的 连到年代外面的表皮的环境 都会变很差 所以我永远 这个我已经当20几年没有被吓到 那天真的稍微吓到 吓到我了 因为我们收治的病人很多都是女性的 痔疮的病人嘛 那我有一个病人让我印象很深刻 是她四十几岁的女性病患 然后她的工作是电脑工程师 所以平常大家坐着的时间很长 大部分也是外食 所以她痔疮的状况蛮严重 那大家可能会有个概念 如果你痔疮常常脱垂的话 会造成这个私密处这个地方 前后都会比较不好清洗 所以大家的印象中可能会觉得 不好清洗是不是感染率会很高 其实也没有像想象中的 那么容易感染啦 因为我们人体如果在正常的免疫力之下 我们代谢这个地方循环都很好 而且有抵抗力 所以会有自己的抵抗力在 但是病人让我印象深刻 是他本来跟我预约了一个痔疮手术 他想要解决他长期脱垂的问题 可在手术前的一个礼拜 他把这个手术取消了 原因是因为他肛门旁边出了一个很大的痘痘 他说那个痘痘痛到跟平常以前的痘痘都不一样 痛到半边屁股都很痛 然后他来门诊的时候吓我一跳 然后说那不是一个寻常的痘痘 那是一个肛门腺体的感染 就是我们会说那是肛门浓阳 然后常常这种肛门浓阳 因为这个地方组织比较松软 然后这个地方的细菌也不是单纯皮肤细菌 有时候是肠子里面来的 所以他在里面会钻 有时候会钻出一些楼管来 所以这个感染可以变得比较严重 但是我要重申 其实正常的免疫力的人 没有那么容易因为这样子感染 所以通常都是有一些免疫力低下的问题 那这病人大家问了一下 当然就是日夜变倒啊 生活不正常啊 那一般的状况之下 你吃的抗生素 是可以把这样的状况给缓解的 所以我们就开两个礼拜的抗生素给他吃 然后他吃了两个礼拜 这个浓阳的确是消了 可是消了以后就像保仁医师 刚刚有提到的状况 他开始有 感谢观看